川崎重工 川崎重工 两家公司将建立一个路线图 以实施关键的氢燃料基础设施网络 MOU还将让川崎和空中客车公司合并他们的资源 以克服供应链挑战 因为他们致力于创建机场轻输纽装置 我们很高兴与日本领先的氢气供应商川崎合作 空中客车日本公司总裁Stephanie Gina 在一份关于可持续资源项目的声明中表示 这种伙伴关系显然将加速和促进日本政府的努力 以在2050年的整体飞机运营中实现碳中和脱碳的社会 我们坚信 无论是在合成燃料中还是作为商用飞机的主要动力来源 氢的使用都有可能显着减少航空对气候的影响 氢是一种清洁能源 使用时不排放CO2 适合作为可持续燃料 川崎执行官兼氢战略部副总经理MotoHiko Nishimura说 我们专门开发液化、运输、储存和运输到接收终端的基础设施 为氢市场的供应链的建设和扩展做出贡献 我们有信心 我们的技术将连接氢气生产和消费领域 创造一条名为氢气之路的新道路 空中客车公司将提供飞机特性数据 机对能源使用信息和氢气动力飞机信息 以使项目启动 川崎将扩大特定机场位置的氢燃料基础设施部署方案 并将确定供应链技术驱动因素 感谢您选择hydrogenfuelnews.com 不要错过免费访问我们独家电子书的机会 今天就注册 关注这个故事以及更多关于HFN的内容